接著下來,我想分享一下專責小組就應用學習的建議 專責小組認為需要進一步推廣應用學習唯有價值的高中選修科目 提供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加深學生和各位家長對職業專才教育的認識 另外,專責小組建議提早於中四級開始推行應用學習 給學生在中五級完成兩年的應用學習課程 同時,防寬學生收讀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的資助申請資格 教育局會加強宣傳工作及繼續發展更多元化的應用學習課程 在初中開辦導引課程,讓學生及早了解不同行業、專業和應用學習課程 鼓勵學校採取校內開辦或與其他學校協助的模式開辦應用學習課程 落實學校提早於中四級開辦應用學習課程的安排 並支助學生收讀應用學習作為第四個選修科目 各位家長可以用流動裝置掃描這兩個二維碼 這樣就可以看到關於應用學習課程2021至23學年的資料 部分家長可能會關心大學修身方面的建議 專責小組建議維持3322成績作為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的一般入學要求 而減於通識教育科的改動3322可能會相應地改 另外,專責小組建議實施一項名為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的全新學校推薦計劃 這個全新的直接錄取計劃和現有校長推薦計劃是完全不同的計劃 專責小組的教師是每所中學可獲兩個推薦名額 推薦在特定範疇及或領域具特別才華和濃厚興趣的學生 每名學生可獲推薦修讀一所大學的一個指定第一年學士學位課程 獲推薦的學生有機會被大學直接錄取 而計劃將會在試行階段,循非聯招途徑推行 學校推薦直接錄取計劃的目的是讓部分課程享有彈性 錄取具備修讀相關課程所需要的特質和能力 但未能在民憑市全面反映這些能力的學生 是一個課程與學生配對的計劃 專責小組希望這個計劃有助逐步改變現時考試主導的文化 教育局會繼續與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大學和大學聯招處 商討執行細節,以及盡早公布實行詳情 最後,各位可以見到專責小組就STEM教育的一系列建議 為了跟進STEM教育方面的建議 課程發展議會已經成立STEM教育常務委員會 督導中小學STEM教育範疇的長遠發展 並已召開第一次會議 和正籌備STEM手冊的編寫工作 加入成功的校門STEM教育示例 以指明對中小學階段STEM教育的期望 並以開展加強教師培訓 為了加強專業能量 大約500位來自中學和400位來自小學的領導層 以及中層管理人員 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中小學STEM教育進心培訓課程 而為STEM統籌前線教師而設的第二階段加強版課程 現證進行而提升STEM教學策略 同時部分STEM先區學校率先成為分區STEM之餘 中心作支援 有興趣的家長可以去到這個網頁 了解更多關於STEM教育的資訊 最後在這個機會和各位家長分享更多教育局提供的豐富網上資源 家長可以瀏覽相關的網頁 教育局也設計了一系列通訊程式表情圖像 當中不少是配合剛才介紹過的推廣活動 各位家長如果有興趣可以在這個網址下載 家長也可以掃描畫面的二維碼 下載教育多媒體應用程式 那裡也可以下載各個系列的通訊程式表情圖像 事實上各項工作環環相構 教育局和社會各界攜手合作 讓各項建議成功落實 埔育學生成為有質素的新一代 對社會有承擔 而且具國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 今天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多謝大家